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我会你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不推介你们不要去买卖会你的股票 我不推介 好我们先看国际盘 这是稻穹 好我们把整个K线图来看 我为什么一直用多空指标给各位看 因为他很明确多就是多空就是空 好你看稻穹是不是他在打底 他在打底 好这是NASDA NASDA已经突破颈线了 也就是底部在这里已经打出了一段时间 我们看大概打多久 大概两个月了 好各位 4月25号到现在是不是 稻穹 已经打了5、6、7 打了三个月了 NASDA也是 好这是汇成半导体 一样都在打底 好这是S&P500 好这是小型电子 这是什么 同个时间 这叫生计 生计早已经 跳脱出他的横盘整理 也就跳脱出景线了 所以他最强 生计股最强 台湾的生计股当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 可是有很多消息会慢慢跳出来 今天有一家公司停止交易 我们看这一家 看到没有 好他停止交易 昨天8月8号今天没有 对不对 5号 礼拜五 礼拜一 今天没有 那就停止交易 为什么 因为 就叫解盲 他要解盲 不过他做饮料水的 大概也没有 解盲的力道不会很强 但是最少 只要停止交易 隔天 通常 来再看一遍 我先解释各位 为什么股票 一定会领先反应 什么叫领先反应 他今天解盲 可是这里已经先上来了 是不是已经先上来了 这上来是 你从这一天算 34块到43块 对不对 43涨了也将近三成 已经先上来了 所以懂得买股票 要在这里买 你等到今天 他要解盲了 今天停止交易 你想买 买不到了 如果你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股票 最辛苦 为什么叫最辛苦 因为这里量一定很少 这量一定很少 是不是 量一定很少 等到拉上来 有人去追 有人换手的时候 才会出量 对不对 甚至有人在这里被洗掉 这里是最好买 每天你都可以买 每天都可以买 有一句话 做生意股 要买得到 然后 要买这个 要破掉 台湾的生意股会慢慢慢慢 就像台药一样 随时都有一档新的股票 这也不过是解盲而已 解盲没有很大 如果是售钱更大 那个账力更大 这为什么我只锁定一档股票 其实我们这档股票 我们先看我们的股票 我再继续讲其他的 来这是礼拜四 礼拜四看起来是不是 用一句名的话来讲 很衰尾 对不对 是不是很衰尾 很衰尾 最低一百四是衰尾 八二四 有衰尾吗 有多少人 只要你不受费 你看你这五个抱不住 真的抱不住 为什么 他就跟你慢慢的 慢慢摸摸摸摸 然后缓跌缓跌 每天都在摸你 然后三天而已 去看三天 有没有 三天 三天就把 这个 这个总共有二十几天 这里是6月29号 把它全部吃掉 三天而已 三天 三天吃掉 这里二十几天 在这里摸 三天就把它全部吃掉了 而且我常常拿所谓RSI 给各位看 我也跟你讲 这里叫背离 是不是 在这里就背离 也就是股价没有创新低 它RSI比这里更低 这叫背离 我讲过不了 到我边讲到不想讲了 为什么 因为纵生一股 我还是回到那句话 纵生一股 不是要追求稳健厚利 纵生一股是要 寻求爆发力 就暴力 你看最近 来注意看 这今天的最新的 算今天 昨天 来 辉瑞 在赤支50亿美金 收购这一家 罕见疾病 它叫年状细胞 这也不是很大性子 是罕见疾病 最主要我们看内容 辉瑞在新冠药物 销售获得大笔的资金 而且希望 到2030年 像2022年 希望它的业务能扩展到 增加到250亿美金的收入 辉瑞 你知道辉瑞 辉瑞的市值是将近3000亿 他随便拿个几十亿 并购公司 非常的容易 而且 来 这不是只有今天 算前一天 巴还是要上个礼拜 安静以30亿美金 收购什么 收购这一家做抗海药物的 我不断给各位看这个 我说有一天 有一天 它会发生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天 我都不想讲内容 这个内容 我每天都只是拿出来放一下 我不想让 不想在这里讲 也不想这么早讲 因为它是下个礼拜的事 这下礼拜的事 下礼拜拿给各位看 各位你才会吓一跳 台湾有这种公司 可是你感觉的时候就好像来 我们再看台信料 我现在在讲 就好像台信料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们觉得很稍微 对不对 可是人家 我说任何事情都有人早知道 有人早知道 一定有人早知道 然后呢 然后今天停止交易 停止交易代表什么 代表明天 明天你要买 你要像这种新贵股 不是你加10%去买 买不到 你可能一买就是跳2-30%上去 因为以它人要的解盲 我认为效果一定很好 很简单嘛 你看一遍 如果效果不好 不会有人领先卡位 其实这叫不计价先买了 这里才多少张而已 对不对 这里怎么量突然大起来 这里有人不计价先买了 先卡位了 你不会想说 你在这里 你不要在这里买 你偏偏要在这里追 其实这里追 它也很可恶 对不对 它利用三天把它 利用三天出一个 所谓我们叫做 下影线以外的 黑K棒 出了一个大量 而且是黑K棒 然后你假设在这里买的人 大概就被洗掉 为什么 两三天就被洗掉了 这两三天就被洗掉了 你在这里买的根本不怕 因为你的成本在这里 你在这里买的人 去追的人 莫美条 我常常在讲投资 做股票 赚大钱的人 不是我今天很强 我进去强 我进去买 你买你在想 你强的时候你进去买 第一个你能买多少张 第二个你买的金价是多少 你进去强一定是成本高 才叫强 你一强你的成本就高了 那你如果买很多的话 你的成本就墊高了 像这种人家 挣个三天大概买的人 大概连这一天买的人 全部都出场了 因为他挣到这个位置 这41.15 可以打到多少 打到4.35 在这里买怎么不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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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搞不好 这一天买的人有赚就跑了 你在这里你不会跑 只要是在这里 甚至连这里买的人 都有赚就跑了 为什么下刀 怎么连细跌三天 而且出大量 各位 以这种技术指标来讲 那个叫什么 爆量长黑 就是要跌 他真的 他真的很可爱 他真的跟你跌两天 他也可以真的是跌 问题是跌不会 出的人不会再买回来了 不管你赚赔都不会再买回来 因为爆量长黑 你吓都吓死了 可是他今天跟你停止交易 停止交易代表 你只要有这档股票的人 你今天晚上我告诉你 全中华民国 全世界好了 谁最幸福 就是你 你有台新要的人 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你有一张就一个幸福 你有一百张一百个幸福 你有一千张你就一千个幸福 你没有的人 不会幸福 你有的人 你卖掉的人 你晚上是在撞墙壁 弄拼 晚上睡不着 为什么这样 因为没有人带你 没有人带你坐 所以有很多人都很care 参加谢老师的会 要钱啊 看电视不要钱啊 真的嘛 本来就看电视不要钱 看谢老师的节目 看电视不要钱 我参加他会要钱啊 钱就要收了 你看电视也要缴电会吧 我现在在这里讲 我会员的一档档股票 而且我也只讲 我会员手中的股票嘛 我讲其他的股票 盖起来 这段又涨停了 其实我告诉你啊 投过老师的记忆档 就盖起来 那里面是没有的 他也不知道 但是明天有涨停了 他就把它放进来 然后开始讲故事给你听 如果对了 第二天继续讲 那又不对 反正每天都我盖一档 他盖一档啊 买十档盖一档啊 走个一对一次吧 那你就看他对那一次 你就觉得他很厉害嘛 我讲一档股票 我不厉害 但是跟着我的人 没有人赔钱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因为我也跟你讲过 我们的成本多少嘛 165块嘛 不是讲过很多遍了 来 8月4号 146.5 今天多少钱 今天172.5 从165跟你跌到146 而且最低144 我跌的时候 我有时候我赚钱嘛 没有 我说我小赔啊 赔赔赔赔赔赔 从165跌到144 跌了2 赔了20 最低啦 赔了21块 今天呢 三天而已吧 今天172.5 难道呢 难道我刚拿的 好戏在后头嘛 好戏在这里嘛 好戏在这里啊 好戏啊 在哪 好戏在这里啊 这礼拜我才会讲啊 而且最主要是 我有讲说 人家的成本在哪里嘛 我常常讲啊 台湾人哦 你都感觉你很聪明的 百六亿都很慌的 对不对 这些有钱人 身价好几十亿 好几百亿的人 挣的都很笨 都比你笨 他们最笨 对不对 为什么 这股东会嘛 这些人买了 7845张 总共用了14.55亿 为什么要14.55亿 我有分析给你听 他们平均的成本是 179.21嘛 内部人增加了3113 用了5亿5720万 买的叫179.21嘛 因为6月份的均价 是179.21 这些人买的15亿 14亿551万 也是179.21嘛 结果股价跟你跌到 跌到140几的时候 你打个东西 你现在是好戴 是啊 我真的好戴嘛 因为我只做一档股票嘛 对不对 我假设 我说我假设 要夭壽 我每天都叫股票 每天都叫股票 买股票 买不同的股票 总共我对了一次吧 我每天买五档 一个礼拜二十五档 怎么衰 二五档 两档账 下礼拜我讲那两档账 有没有买 有 实际操作 有没有 有百分之百操作 有没有 都没有骗你 我刚刚所讲的 这些都是投股老师的纪党 他们也没有骗你 可是你不知道 他们买几档啊 为什么你都没有啊 你没有那么多钱嘛 你一个礼拜可以买二十五档股票吗 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你参加他 第一档就压了 第一档还有一点点在压 没有了 第三档没买 还好没涨 第四档也没买 还好没涨 第五档也没买 为什么他涨了 然后呢 你再缴钱啊 再缴钱 我先第一件先告诉你 就这样子啊 你有赢吗 我问你好了嘛 好 那我要给各位看了 我说他不断地在并购并购并购 然后呢 这 我说有一天糖抗体会类像这样子啊 我还比喻了 我说多么希望 辉瑞同意向糖抗体先支付几亿美金 同时以几亿美元购买他的股票 我为什么用这个逻辑 因为这档抗体它有先年性 有一点 我觉得先年性 它总是有点挨握 为什么 因为政府拥有三分之一的股权嘛 我告诉你 较整个政府就买了 为什么政府不会卖 以前的政府是拥有台积电是50个person 辉利浦拥有50个person 结果辉利浦卖了 卖200多块卖了 台湾的政府也是说 辉利浦卖200多 我比他厉害啊 我卖200多以上啊 结果政府剩下不到8个person 6、7个person 现在政府学乖了以前的 以前的那些我们说 劫测者 古时候的劫测者没读什么书啊 对不对 什么叫没读什么书 没有国际观嘛 现在的劫测者 现在政府大部分都很优秀 他们有国际观啊 他们不会说 像这种中央研究院 研究133个专利的股票 他哪有可能外资跟你拼 他就卖它 不可能啊 那像国宝的 像国宝的 他可能没人 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用这种角度 他不会被拼嘛 他只能用我支付几亿美金 然后购买多少的 多少 再用几百亿去跟你买的股票 以今天他的市值 他今天100 今天172.5块的市值 才多少钱 我当下小学位 台湾的股票真的是 很委屈 172.5亿 以今天他美元的市值 才10.6亿 10.6亿的市值 你看他随便要并 你看到嘛 随便并是多少 安静以30亿美金 并过一个也不过是抗美药物 今天辉瑞以54亿美金 并这个什么罕见疾病 这都几亿美金啊 墨沙东随便就用6亿美金 还要再10亿美金 买他的股票 我常用这一支嘛 我用这个逻辑是 因为他最少最少6亿美金而已 他如果说要来并 不是并 他要入到糖尿体 要增加他的持股 我再讲一遍 因为这个 我如果礼拜五把这个拿出来讲 你会觉得 我告诉你 搞不好 你如果没有这支高平 别说你没有 你如果买出你的人 我礼拜五讲一讲以后 你礼拜六礼拜天 休假的时间 人家休假很轻松 那两天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会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那你就拿鞋子去跟人 玩派大家哭 你懂我意思吗 你拿很多价值 很有价值的东西 去换个零钱回来而已 你懂我意思吗 你没有股票就没有 没有关系 你没有感觉 假设你有这种股票 然后 然后在礼拜五我拿起来讲以前 你就已经都卖光的人 后有卖的人 我告诉你 你礼拜六礼拜天会很辛苦 很辛苦很辛苦 什么叫很辛苦 股票市场最怕什么 输不是很痛苦 对对输了输就钱收费了就算了 最痛苦是什么 你卖再起障点 最怕什么 譬如说你卖一百七 结果很快的时间没有多久以后 他可能就超过两百五了甚至三百四百了 你最痛苦是这样子啊 你卖了你卖了你会割舍不下你怎么买不太敢买嘛 可是当你礼拜五看到我拿这个资料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买了买了 要怎么 就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买了买了 那也是你的命 我常常在讲你的命 那是你的命 你煮着你的命 跟我 你在想嘛 我常常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昨天用我儿子 我说计算之家有余秀嘛 我就是这个概念 我在当投顾老师 我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会完探到钱 他就愿意缴会会给你嘛 对不对 我不是告诉我会涨停 你还要去买钱 参加会会 然后再叫你去买 叫你去买 他也没有啊 他隔天涨停叫你去追啊 我不是啊 我说这张股票啊 你没有赚到钱 假设这张股票 你没有赚到钱 你每天也帮他撤 帮他扣 对不对 然后我每天也告诉你 我会涨的成本多少钱啊 我会涨的成本165 我不是 因为他涨我才讲啊 跌也是165 而且跌我说我小赔啊 今天呢 172.5 你开始在做股票 什么叫人格者 那就是人格者 我等一下再讲 假设你想参加的 或者你想知道这里面 这个里面的东西的 打电话参加会 休息一下再会来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认出的股票 是我会你手中的股票 各位观众各位 店里面不要去买到我的股票 我说做生意股 做生意股就如同钻石生计的董事长讲的那句话 假设你想稳健获利 真的就不要做生意股 做生意股就是要爆发性的获利 而且它是九十一升 不求稳健获利 是追求爆发性的获利 其实我用最简单的 就我们叫做把它缩小到这几天 来你注意看 这样每天跟你跌 跌了26天 我为什么只要讲26天 从这里这一天 这样跌了26天 我问你好了 假设有一档股票 一个月才21天 对不对 每天跟你跌 每天就跟你跌 每天就跟你跌 跌了26天 你会怎么想 你如果不是我的会 你没有崩溃的话 你就厉害了 台湾都崩溃了 崩溃是什么 崩溃了 算了不要了 那就崩溃了 就把它卖了 结果跌了26天 人家三天就给你了 就把你要回来了 就三天 这三天就把这26天的跌五 全部吃掉 而且这里叫144 我现在一定有人讲 144 164 165 164 硬头 了解十几块 对了 不过我还是 我反问你一句话 你这四人做股票有贏吗 我问你就好了 你有赢吗 你的财产哪里 全部都完整吗 可是我三天而已 今天172.5 你看到144 到今天172.5 我和你都赚钱 不多 我不稀罕 我要的是什么 就这个 我说总有一天 会轮到我们的糖抗体 这是最新的 是不是 这是最新的 来 这今天 辉瑞用54亿美金 注意听 辉瑞是用54亿美金 并会有罕见病的 也叫做连状细胞的 一家厂商而已 好 安静是用37亿美金 去并这一家 用一个抗癌物 抗癌药的 那墨沙东 墨沙东其实更多 它是400亿 要用400亿美金 说我这400亿不拿出来 我就用这种 小小的6亿 因为我们这糖抗体 就算400亿 就算用400亿 要来并我们这家 糖抗体这家公司 政府也不可能同意 为什么不可能同意 我讲一个比较坦白的 因为我们这家糖抗体 中央研究院 我讲过很多遍 中央研究院拥有 中央研究院拥有 19多个person 35000多张 赚神生计拥有 比中央研究院少 政府拥有12000张 你看这边加一加 我说 它有三分之一的股权 是政府的 代表什么 台湾只有 一个叫中央研究院 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中央研究院 你把我这家 糖抗体这家公司 并走了 等于是我中央研究院 被你并了一样 等于我中央研究院的 这些 这些所谓 做糖分子的 糖抗体 糖探针的 这些我们应该讲 翁先生 他的所有的团队 等于全部 要跟 这家美国公司打工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中央研究院 其实跟一家 美国的公司打工 你说政府会同意吗 当然不会同意 所以他不可能 所以我这张400亿 我都为什么不拿 因为不可能 就是400亿也不可能 那我拿了37亿 拿了54亿 我只告诉你 以今天他的收盘价 以今天他的收盘价 今天172.5 以他的收盘价 有时候我觉得 他台湾人很不得 今天他的市值 才10.6亿美金 拥有133个专利 拥有133个专利 超过了 因为这是122 现在又有新的 才10.5亿美金 10.6亿美金 你注意想 172.5是10.6亿美金 10.6亿美金 我都随便用一个 P5说他37亿 那乘以3 这54亿乘以5 对不对 如果172.5乘以3 跟乘以5多少钱 我讲是最少的 如果像这种 莫沙东这种 莫克药厂用400亿的 当然400亿 有点 真的是有点 要压很大 随便几亿美金 随便几亿美金 这种股要怎么标 所以我常常在讲 你要有那个福报 你要没有那个福报 你看 我会讲 你这20几天 你能忍受得住吗 这26天 忍受得住吗 26天他一天就给你 他三天就还你 就三天就还你 你不要看这251.5 照我的想法 251.5 只要像今天6838那种 他是叫解盲而已 安城料 不是安城料 台信料 那种叫解盲而已 这种授钱的 如果哪一天跟你 就授钱了 然后呢 有可能 你如果是报很多的人 扑很多 扑到全部都重要在这里的人 有可能你是三代 三代开不完 他现在才10.6亿美金的市值 随便一家人家 并就30几亿 50几亿 更好奇思考 有这档股票的 打电话参加会 没头有时间再会 再来 好奇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